現在是出了禁蒙面法 但是警方在執行上 其實是遇到很多困難 甚至警方是 他們的工作是面對很大的困難 尤其是他們的子女 是受到不應有的對待 他們家人被人起底 這種情況如何止暴制亂 上去前面去做事也好 都會經常記掛著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去確保警方 他們是有一個家人安全的環境 這個是子暴制亂裡面必需要有的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假新聞實在太多了 假新聞假到有時真的離譜了 但是政府在澄清那方面 除了靠警方之外 新聞處去了哪裡 我們很希望政府澄清一些假新聞 甚至乎在防止一些假新聞 影響到社會的安寧上面 其實政府都應該要考慮做多些事情 包括他在法律上面 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如果有人真的製造假新聞 是不是可以採取法律行動去控告他們 甚至要檢控 如果是不去做 正如你好像新加坡政府這樣 今天李顯龍都有講香港的情況 其實香港政府這麼弱 我想李顯龍見到都是擔心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考慮 好像新加坡政府一樣 如果是有人發佈假新聞也好 中傷警員 中傷警隊 甚至中傷政府也好 都考慮去採取一些法律行動 令到大家就不要有恥無恐 是又說不是又說 甚麼都說 不斷利用網 是亂去混亂整個社會